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就是失去了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伙伴 昨天教育部才来针对校方也有一些诉求 我们才在正在讨论 那今天我如何 什么诉求 对教育部主要诉求 我主要我没有在开会 你没有在开会那你现在出来 我们一起开会 请更能够来承诺来告诉说 学校到底在考量什么的人出来好不好 反对解聘兼任教师 反对解聘兼任教师 学生诚意不容打折 学生诚意不容打折 反对解聘兼任教师 反对解聘兼任教师 学生诚意不容打折 学生诚意不容打折 捍卫学生受教权 捍卫学生受教权 保证教师工作权 我们学校非常多静静业业 认真努力的兼任老师 即将要在8月1号 适用劳动精准法了 结果我们发现的 学校竟然 兼任老师要求 如果他是五本职的兼任老师 之后都要不予续聘 跟大家报告一下 什么叫做五本职的兼任老师 也就是他是专门在兼课 他没有一份 在外面的全时工作 那些特别能够投入心力 在兼任课程的这些老师 竟然就要被不续聘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全校这样的兼任老师 至少有200人 我们大学上的英语课 或者各式各样 像是日文课 德文课 已经长年面临大班话 选课不足的问题了 结果 淡江大学竟然只因为 区区的每一个老师 一个月大概只要提拨 300到600块的劳工退休金 就要把他们大规模不续聘 所以我们在这边设立了一个 打卡联署捍卫老师的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我们要求淡江大学立刻撤回 现在要全面不续聘 五本职间的绞丝的决定 淡江大学目前可能在规划 要把这些课拆掉以后 要求专任老师操终点 或者要求同学 接受大班的课程 或者要把课程并班授课 这些伤害同学受教权益的动作 我们要全面予以反对 学校的这个命令呢 造成的重灾就是在英文系 因为我们是在3月7日 英文系的系务会议上面 会与学院的院长亲自练习指导 然后对着所有的专任教师说明 我们从下个学年开始 五本职的兼任教师通通都不续聘 那因为我们负担了 大一英文大二英文的 非常多班级的授课 那少了这些兼任老师的话 院长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专任老师 共体时间 大家操终点 把这些课分摊了掉 3月10日星期五 也就是两个礼拜前的这个时候 我们开了共同科英文的课程会议 那这是所有担任英文一英文二授课老师的会议 所以在这个会议上面呢 英文系的系主任就跟所有的专监任 英文科的老师宣布 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我们英文系呢 专任老师就是38位 105学年度呢 全校大一英文大二英文 一共有164班 那这个164班 真的不是英文系区区 38位专任老师可以负担的 绝大部分 我要强调是绝大部分 都是兼任老师在 兼任老师在上的 我们现在有68位的兼任老师 但是只有17位是具有本职 也就是我们如果贯彻学校的命令的话 就有51位老师必须离开我们 那51位老师 大家先看看数学做一下 51位老师在平均有两班的话 那就会空出来102班 这个是英文系的所有的专任老师 再怎么样操终点 都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填起来的空缺 大家如果在外面打工 大家如果在外面工作 我们作为一个受雇者 每一个人在现在台湾的法律里面 都受到劳动基准法的保障 大家没有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我们的兼任教师 是到了今年的8月1号 才是用劳基法 我想请问大家 那在过去十几年 二十几年 在过去几十年来 当我们的台湾各个大学里面 存在着这么多兼任教师的时候 不是用教师法保障 也不是用劳动基准法保障 在过去这段时间台湾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全台湾所有大专 兼任教师人数已经高达五万人次了 已经高达五万人次 在非常多的大学校园里面 兼任教师的人数 是已经超越专任教师人数了 在工会经历两年的争取之后 我们一直要求要让兼任教师 有法令的保障 一直要求让兼任教师 受到劳动基准法 最低标准的保障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 每一个老师 他有最低法令保障的退休金 最低法令保障的各种请假 请病假 请试假 请商假的权利 但将光是董事会一年 董事会一年的支出 高达四百多万 董事会里面的专任董事 一年编列的预算 他们一位专任董事 所领得的薪资 高达一百七十六万 但是给这些兼任教师 给他们最基本的劳退金 一年只会帮学校增加 一百二十万的人士开销 给所有的兼任教师 都有劳动保障 一年不过一百二十万 但是一个董事会 在一年的开销 就四百多万 兼任老师的薪水很低 一个小时五百七十五而已 所以每个礼拜 限六个小时 所以我赚的钱 这是六个小时的钱 但是我在家里 会花许多时间 要准备课 要找到很有趣的材料 因为课本无聊 学生不喜欢 我有英文系的一半 一百一十多学生 已经太多了 那如果没有我们 你们怎么办 选不到课 就是上课的时候 没有机会 说话 已经很难 但怎么可能 把两百个人说 拜拜 see you we don't want you 很可恶 而且 那个系主任 很明白地跟我们说 就是 从 上面来的 跟他们说 no exception 淡江的兼任教师 并不是一群 应该被轻视的 廉价老公 而是 默默为淡江奉献 爱淡江的热情教师 兼任教师 过去的付出 使得专任教师 有更多的时间 投入研究 分摊了专任教师 不足的开课压力 带入多元创意的教学 提升了淡江的教育品质 许多兼任教师 必非来来去去 不负责任的约聘工 而是 默默守护淡江 多年的老师 这样的老师 值得被尊重的对待 兼任教师的雇用 以教师的专业表现为平良 而非 是否在校外 具有悲观教学的本质 政府立法的利益 是在保护兼任教师 让台湾民小子化 冲击时 在教育界仍能保有多元的生命 逃避社会责任 将会扼杀教育的未来 望请淡江 莫忘创办精神 以身作则 承担社会责任 或许有人在质疑说 教师工作权 跟学生的受教权 有什么关系 其实这关系是非常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大家有兴趣 上学校的网站上 我们可以发现 淡江近四年来 总共减少了33位的 专任教师的原额 然后呢 开课越开越少 让淡江每年都因为 学生选不到课 而上新闻 同时我们淡江的 岩碧生也就是因为这样 开课越来越少 但是必修的通事 必修的体育 这些学分还是要过 越来越多人面临到岩碧 大家可以上教育部的网站看 我们淡江 岩碧的学生 近三年来 从一千多人增加到 一千四百人 总共快多了一半 大也就是学校 在这样想要降低成本 减少开课 但是学生还是要完成 这些学业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受教权 就这么的被牺牲了 我们来开始口号 反对解聘接任教师 反对解聘接任教师 那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这么多同学 带着一千八百人 八百人的连属书 这一周总共一千八百连属来这边 我们的诉求很简单 第一个 拒绝学校继续解聘接任教师 那已经不被排课的接任教师 立刻把课程还给他们 让他们在学校能够继续教下去 第二个 请学校不要再施压 各的系主任 去解聘自己的同事 你刚刚所提到的那些 因为现在学校正在研议之中 还正在研议之中 因为前几天教育部 有来这边 他们有主任调查小组 来到丹山大学还做调查 所以教育部当然有一些的要求 那现在学校正在 针对教育部的要求 正在研议之中 所以现在正在进行试 所以没办法有一个 还没有那么快 因为昨天才来的 教育部昨天才来 昨天教育部才来 针对校方也有一些诉求 我们才在正在讨论 那今天 我如何 什么诉求 对 你教育部昨天诉求 我昨天我不在 我没有在开会 你没有在开会 那你现在出来 我们一起开会 你现在开会 疫情之后 他也出来了 主任 现在你是不是没有去开会 然后你没办法承诺些什么 那为什么现在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请 我们请更能够 来承诺 来告诉说 学校到底在考量什么的人出来好不好 你们为什么叫系主任告诉 无本职的监论老师 下学期就没有课 对 你们有没有做这件事 有没有 老师三个月堂写 老师都已经不被排课了 已经没有工作了 还要教 还要弄那种教 我们 我们是请系主任 研议 请系主任了解 整个课程开课的状况 这是资源啊 主任 其实大家可以去看 去年 第152次行政会议的会议记录 就是校长在行政会议上面 施压各院系 去正常说 学校有哪些老师 不具本职 然后呢 用这种暗示的方法 暗示各个系学院 要把这些老师解定掉 除此之外 第150次的行政会议上 校长直接要求各院系 在会议上提供 如何具体的降低教学成本 学校是这样 逼迷你这边开会 要降低我们教学成本 把我们老师解聘掉 那除此之外 其实 我们的课程被砍 就是现在进行是 客户组 106学年度的开课原则 里面就说 他们把学校 他们把各系院 能够开课的数目 跟这个招生率 绑在一起 就是说 如果你今年系上的招生率 没有到90% 就把你能开的课程 学生能开的课程 打9折 我们想要知道 从今天开始 是不是各系所 他在下个学期 只想要 如果他希望 继续聘任 畏惧本职的建议教师 学校就是会让他们 继续聘任 是 是 所以学校 不会进行任何的干扰 不会 今天 如果在座 有各位的系 系所的主管 系所的主任 他们希望 继续聘任 所谓畏惧本职的老师 在8月1号 可以收到 劳动基础法 保障的这些老师 学校 不会进行任何的干涉动作 不会 那我们就当作 这是学校的承诺 可以 你们当作 这是学校的承诺 我跟你讲 学校绝对不会施压 怨 或者是系所的主任 我们都是犯教育的人 我们好不好 最真是 就是在年轻人体前 不要讲好话 好不好 没有讲好话 那 你没有讲好话 那我来说一点 真实的话可以吗 就是说 关于 关于这个 学校是不是有施压 这一回事情 那我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 我是3月7号 开英文系系务会议的时候 是我们外语学院的院长 亲自练习指导 然后把这件事情 就是告诉了我们 所有的专任老师 然后 然后我们院长 是 拜托 专任老师 大家要过提时间 大家要抄终点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 坚然老师的时数分散 因为我们英文系 有非常多的 坚然老师 那你刚刚所说的 你刚刚所说的 我是第一次听到 我第一次听到 我第一次听到 那 就是 就是 您在外语学院 您所知道的 当然 我本身不是外语学院老师 所以 所以我 那至少 我在想 其他学院也有发生同样的情况吗 有 如果有的话 也可以请 是不是有其他学院的老师 也可以出来讲一下 都被你们吓到不敢出来 也有 不是他们出来 你就要解聘他们吧 学校是不是停止演绎 先召开工庭会 这么重大的校园事件 是不是应该要召开工庭会 搞不搞开了 谢谢你的建议 这绝对会全盘 纳入考量之中 非常感谢 因为 你刚刚讲的工庭会 我们之前还没有想到 你现在我们会 纳入全盘的考量之中 谢谢 所以咧 所以你们什么时候开 难道主任还要继续拖下去吗 三四六学校在排课 跟你们拖过去 这些教室的工作权 还在吗 十层家 我刚刚说了 全盘考量